关于战争或灾难中集中死亡的灵魂接引的讨论 学生问 老师,如果说人死后一段时间会有一个指导灵来接引他 那么在战争中或重大集体事件中集中逝去的灵魂 每一个也都会有一个指导灵来接引吗? 细语答 自然灾害或战争与大型突发事件中造成大量人口集中死亡时 会发生两种情况 首先要知道没有偶然或突发 因为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 所以对于灵界来说 那感觉就好像是电影院散场 工作人员提早就到位准备疏导人流 筛选安排不同的出口 而死亡后释放出来的灵魂们 老灵魂自己嫁轻就熟的就去转机口了 卸妆下班回家 家人还等着呢 年轻的灵魂会试图安抚选择继续后续剧本观看续集的人们 或因渴望观察活下来的人们怎么继续生活而成为生活的观察者 多数是因为他们知道很快那些人也会死去 这样就可以搭伴同行了 最后是小白们 他们热切激情好奇 会选择体验战争激烈的冲突 是非的对抗等题目的人生 头身乱世 选择那个冲突的地区并成长为士兵 他们死后 一部分会继续选择厮杀 直到厌倦 一部分感到困惑迷茫 因生前接受了宗教荼毒 滞留等待复活 或某一专属形象的灵体接引 心理学家荣格在他开悟的过程中 书写了红书与黑书 红书中记载 其在一战开始前一年 就已经可以反复看到 欧洲大地各处的狼烟战况 以及大量的灵体聚集 准备接引工作 而大战开始后 他发现大批士兵的灵魂 从战场回到家乡 聚集在教堂与城乡 因为死后发现 他们习得的教义与灵性认知 和实际灵界运作方式根本不同 这样的困惑让他们滞留 而不肯跟随指导灵离去 荣格用了七个夜晚 去为众多灵魂说法 他们才肯放下信仰的包袱 进入光的引导 很多时候死人更怕死 就好像动画片《心灵奇旅》中 那哥们从光洞前逃跑一样 再补充一点 多灵体共生的载具 死亡后会依次释放出几个 意识层级不同的灵魂 送走一个 回头看还有一个 而他们都认真自己为这个我 学生问 老灵魂自己 嫁轻就熟的就去转机口了 卸妆下班回家 家人还等着呢 这个家和家人 跟我们三维世界里的家的概念 有什么不同吗 西语答 灵界的家是比较广义的一个说法 因其灵魂内在自发的归属感 而引用这个名词 众多回溯催眠的资料显示 灵魂回归灵界时 可以很明显地有不同的趋向性 因其灵性的内在认知次第与状态 被频率不同地牵引光引导 同时自身认知的好恶 也驱使其选择自己感觉最舒服的品尝 学生说 转机这个比喻也太形象了 西语说 想想咱们往返国内各种转机时的状态 再想想小留学生们第一次 踏出国门时转机时的状态 小留学生要是在家乡 听那个连村都没有出过的人 预先描述电视剧里怎么国际转机 那就更晕了 什么都与头脑中预备的信息对不上 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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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